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这支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用种子种结球生菜的过程 我的育苗是在2月底开始的 因为我有一个大棚嘛 所以就直接把种子撒在这个大棚里了 大棚里的温度还是比较低一些的 所以呢,要一直等到3月它才开始慢慢的发芽 这种两片叶的状况持续了非常久 所以呢,如果你和我一样是春季育苗的话呢 就不要着急,它的整个过程可能会稍微久一些 那如果要是秋季来育苗的话呢 整体的这个生长过程应该会更快一些 尤其是在初苗的时候会更快 然后在5月初的时候 我就把这些苗从大棚移到了户外 因为这个生菜本身来讲 它不是很怕冷的这种蔬菜嘛 所以就直接把它们从大棚里移植出来了 在户外的时候 这个温度大概也是在15度的样子吧 不是非常适合这种结球生菜生长的 但是呢,它们也没有冻死 只不过就是长得比较慢一些 期间有两天 这个温度忽然间就到了30度 但是之后呢,又慢慢降下去了 又降回到了20多度的样子 这个生菜的整体的长势就比之前好了很多 我这个菜场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叶类蔬菜混种在一起 那肥料呢,我给的就是那个阿拉斯加的鱼肥 把它兑水,在浇菜的时候直接浇到菜地里就好了 那在整个过程中呢,因为一直不断的浇水 所以我也会用这个叉子给它们松一松土 来保证它的根系能够吸收更多的水分 等到6月初的时候呢,就已经长到这么大了 那结球生菜呢,就是能长到一个小皮球这样大的 所以呢,这个空间就显得比较挤了 从这个大小开始 每一个生菜大概是有五六片叶吧 然后从这个大小开始呢,我就开始建苗吃了 这个时候的生菜是特别特别嫩的 它的叶子就是一般的这种生菜的味道 是没有那种结球生菜特有的那种香味的话 如果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的话 然后呢,我又给湿了一次鱼肥 那在整个种植过程中一共湿过两次肥 到6月中旬的时候呢 我这边的平均的温度每天就是在20,23度的样子 然后这个时候的它的生菜就开始结球了 你可以看到就是外面的虽然是比较深的 比较开的这个叶片 但是中间的话已经开始往底窝了 这个时候的生菜大概可能有个三四层的样子 那目前来讲呢,现在已经6月20号了 那现在这个球已经结得非常扎实了 就是这一个球拌一大盘的这种生菜沙拉 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 所以呢,这个就是种植的全过程 虫害多少有一些,但是不是很严重 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结球生菜的话 可以尝试种一下 感谢收看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 最近是不是那个经过的结局 我觉得我们在再次协在比较高远的 它比较高远的